这个女娃智商很发达 老师眉飞色舞的讲奥数 她走上去就跳错误 老师表情很尴尬 同学顿时乐开花 校长表示教不了她 想把她送到别家 可放学路上就被抓 原来是样一帮大佬红叶 看上了她聪明的脑袋 拿生病的母亲来威胁她 让女孩帮红叶干活 女孩被小弟张宽带到美国打理生意 她凭借过目不忘和超高的智力 让帮派的产业做得风生水气 这一天 红叶给她一纸数字让她牢记 别让张宽送她去见一人 却在半路遭遇袭击 然而女娃也被俄国帮抢去 大老老白正想逼女娃背出数字时 警察突然赶到这 女娃趁乱跑了出去 画面一转 这个男人叫郭达 曾经是个正义的小警察 由于举报同事收黑钱 反而自己被卷铺盖回家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郭达 只能靠打黑拳维持生气 这一天对战一名网红 可不曾想这名网红这么不惊打 哭痴一声 这哥们就躺进了医院 家属赖着他放声哭泣 郭达表示 我也很懵逼 老板也表示 这场比赛让俄国帮黑老大赔了钱 你家人都得完蛋 男主拼命赶回家 却发现妻子惨遭杀害 郭达外念俱灰 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然而 这些人留了他一命 表示要他孤独终老 他来到地铁站 想跳下铁轨一了百了 一个慌张的女娃闯入眼前 直接素养告诉他 这个女娃他不简单 这群壮汉正抓捕女娃 他们跟女娃上了同一节车厢 郭达迅速追了上去 在最后一刻 扒上了地铁 此时 俄国帮的人发现了女娃 关键时刻 郭达及时出手 捂住嘴就一拳过去 在抱着脑袋 啪击一声摔在地上 接着一串连环腿 干翻几人 抓住手掌一拧 刚双一声 断了 此人正是杀妻的仇人 举起小手枪 此时追兵杀到 郭达带着女娃 在公路上玩起了速度与激情 老司机郭达 凭借过人的飙车技术 在经过一段浓烟路段时 成功盖掉谨慎的追兵 五星集酒店里 两人正式彼此认识 此时 这个女娃也彻底相信了这个男人 告诉了郭达一串数字 郭达立刻反映过来 这是保险箱的密码 这是这串数字 让她被抓 此时张宽追踪过来 正威逼前台 查找他们的房间号 这时 俄国帮的人也找了过来 说法随即在大堂里开始火拼 听到枪声的郭达两人 打开门准备从楼梯逃走 可拿到房间号的张宽 已经带人杀了上来 酒店已经被封锁 掩盖无法全身而退 郭达故意引发骚乱 在混乱中大杀四方 可女娃还是被张宽抓到 郭达只能拉上一个垫背 破窗而逃 女娃被抓让郭达懊恼不已 她必须搞清楚 保险箱里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各方势力都在争夺她 这个男人独闯黑帮巢穴 他假扮成被杀掉的俄国帮分子 谎称拿到了密码 约俄国帮的太子 小白见面 之后哭哧哭哧 帮走了太子小白 在以小白性命作为妖协 得知保险箱里有三千万美元 他们要用这笔钱 和一个大人物交换一样东西 而保险就在亚裔帮的地下赌场里 他叫来了警队里曾经举报过的同事 得知端掉赌窝 有钱拿 还可能会升职 他们开始了行动 带上装备 几人熊啾啾气昂昂就出发了 这将士怎么看都是穿制服的族费 进入场子就是各种赌费 最后成功找到保险箱 郭达得让所有人放下枪后 他才开始输入密码 就在这时 郭达突然拿起手边的枪 除了留同事一个活口 七人全部爆头 拿到钱后 再利用他的身份 从警察的包围圈里全身而退 接着郭达给市长秘书打去了电话 市长秘书正是他警局的同事 从他口中得知 黑棒要用三千万换的东西 是一张光盘 光盘里记载的是政府高层贪污的证据 千好要义邦想用这些证据来当护身符 而即将退休的市长 也需要三千万来安享晚年 郭达表示 钱现在在自己的手里 要秘书帮他救出女娃 假借交易为名 秘书出手迅谋果断 这分钟解决了前来交易的亚义邦 带走了女娃 郭达这边则潜入市长办公室 拿到了光盘 各取所需的两人来到事先约定的地 剑拔怒章的寒颤后 两人先后亮出了枪 为了不让女娃受伤 郭达提议先放下武器 来一场公平较量 本以为是一场拳拳到肉的决战 谁知女娃 随后 郭达迅速补枪 将他打成了马蜂窝 郭达把光盘复制了好多份 放在了各处银行的保险箱 政府那些贪污的官员 就成了他们的护身符 这对望年交将开启生活的新篇章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香兰 点个赞关个主 下次更新不迷路 想看什么电影评论区给我留言